一位身体健康的年轻母亲 为何会在生下孩子后不久 就心脏病发 身体状况不断恶化 直至心脏骤停 导致猝死 按照常理 这样不明原因的死亡 家人都会要求进行尸检查明真相 但此时 她的丈夫却要求直接将遗体火化 这违背常理的要求背后 究竟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史黛西 1986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毕业后 史黛西在当地一名幼儿园担任幼师 之后和自己的高中恋人约书亚结了婚 约书亚比史黛西大三岁 在一家飞行俱乐部 从事医护人员的工作 两人从高中就认识 算是从校园走入婚姻的甜蜜情侣 他们工作稳定 生活幸福 在外界看来 他们就是一对平凡 但却又幸福的年轻夫妻 不过 在史黛西生下孩子后 两人这看似平静的生活 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2013年2月 史黛西生下了大女儿 这之后不久 原本身体一直很健康的她 突然出现了一系列的身体不适 期间 她往返了多次医院 也进行了各种身体检查 奇怪的是 一直查不出具体原因 找不到对策的夫妻二人 简单地把这种情况归结成了 因怀孕生产导致的身体虚弱 没有对这次健康问题 引起太大的重视 心想着 查了这么多次 应该也无大碍吧 2014年11月 史黛西生下了小女儿 随之而来的 还有更加严重的健康问题 她被诊断出心脏心率异常 血压过低 还在加护病房住了好几天 不过这一次 医生还是没有查出 她患病的具体原因 病情稳定后 史黛西再度回了家 由丈夫约舒亚进行照顾 2015年1月 史黛西的病情又再度恶化 她甚至因为心脏骤停 被送进了医院里 需要靠呼吸机辅助呼吸 这次医生们再度为她 做了多种检查 希望查出致病原因 找到对策 因为医生们始终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让原本健健康康的人 在生了孩子后 就莫名其妙地出现心脏问题 就在医生 想要继续对史黛西进行检查 好查清楚 她到底怎么回事时 史黛西的丈夫 却突然将妻子接回了家 这次回家之后 史黛西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复诊 在外人看来 史黛西这样做 或许是相信 作为医护人员的丈夫 会好好照顾自己 无需再为这查不出原因的疾病 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想法倒也符合常理 之后的2015年 到2018年这段时间里 史黛西还是因为心脏问题 多次入院 但都在短暂的治疗后 被丈夫接回家中照顾 2018年9月23日 史黛西再次心脏病发 这次 她却没那么幸运了 没能挺过去 在送医抢救无效和死亡 由于史黛西去世时 才32岁 医生也没有查出 明确的疾病原因 按理说 警方应该要对史黛西 进行尸检 查明她具体的死亡原因 但这时候 史黛西的丈夫约舒亚 却强烈反对事件 原因是不希望爱人的身体 变得破碎 至于妻子的具体死因 她似乎一点也不好奇 也不关心 她还强烈要求 直接对史黛西的尸体 进行火化 认为这才是 对遭遇不幸的一家人 最好的安慰 就这样 年轻健康的史黛西 在家中意外猝死后 没有进行法医尸检 直接被火化了 史黛西去世后 丈夫约舒亚 要独自抚养两个年幼女儿 在外人看来 她十分可怜 不仅要承受妻子离世的痛楚 还要坚强地抚养这两个女儿 好好地活下去 但事实上 最伤心的人 并不是约舒亚 而是她的丈母娘 史黛西的妈妈 苏西 苏西得到女儿 突然去世的消息后 除了震惊 难过 她还隐约觉得 有些地方不大对劲 首先 女儿多年来身体一直很好 也没有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 结婚后这几年 却频频出现 原因不明的心脏问题 没查出来结果 却也没有继续追究 这次死亡 就算是有疾病引起的 也至少有个明确的疾病名字吧 而且 女婿约舒亚 一直以来 对外都标榜 自己很爱妻子的形象 但这时 她却不在意妻子的死因 实在有些奇怪 其次 苏西还知道 女婿在婚后 曾经有过出轨的行为 被女儿发现后 两人吵得很厉害 感情也不如以往 但对外 约舒亚却表现得十分专情 俨然一个顾家好男人的样子 在2013年7月 夫妻俩的住宅 遭遇过一次意外火灾 约舒亚当时 还特意去网上募捐 说大火 摧毁了两人所有的财产 妻子 史黛西 还被查出不明原因的心脏病 希望大家 能够伸出援手 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2013年之后 史黛西的几次生病入院 约舒亚都有在募捐网站上更新 理由就是希望为妻子筹到救命前 但事实上 史黛西死后 葬礼的各种费用 是由苏西支付的 丈夫约舒亚 可以说是一毛不拔 最为古怪的一点是 苏西还通过私下调查发现 两人明明都才30出头 生活平稳 身体还算健康 但约舒亚 却像胃捕先知一样 在史黛西死前 买了两份意外死亡保险 受益人都是她自己 仿佛对史黛西的死亡早有准备 史黛西死后 她又极力阻止尸检 并且要求立刻火化 以上种种疑点 让作为母亲的苏西深感怀疑 她觉得 女儿的死并不简单 而女婿约舒亚和这一切 也脱不了关系 于是苏西立刻报了警 向警方诉说了自己的怀疑 请求警方立案调查 警察接到报警后 认为苏西的怀疑颇有道理 但苦于眼下没有具体的证据 只有先确定史黛西的死亡 是人为的 才有可能对嫌疑人进行调查 但是史黛西的遗体都火化了 还怎么调查她的死因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个意外的发现 终于让案件迎来了转机 警方在搜证的过程中发现 史黛西深险 曾经在一个器官捐献机构登记过 并在这里留下了一份血液样本 警方将这份样本 送往了实验室进行测试 想以此寻找一些线索 一番详细的检查后 科研人员给出了让人大吃一惊的检测报告 史黛西深险留下的这份血液样本中 四氢作灵的含量非常高 这是一种存在于眼药水和鼻喷雾中的化学成分 少量使用对人体是无害的 但如果使用 则会引起呕吐 腹泻 恶心 甚至会导致癫痫发作 心脏骤停 史黛西血液中的四氢作灵浓度 已经超出安全范围30到40倍 这个量足以导致他心脏衰竭和骤停 结合史黛西生前的医疗记录来看 完全符合四氢作灵渗入过量的情节 他极有可能不是自然死亡的 而是被人毒死的 在行凶者一次又一次的毒害下 史黛西身体里面的毒性不断加重 并最终导致他心脏骤停死亡 用四氢作灵来杀人这样的专业方法 本来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到的 这需要一定的医学知识和背景 而史黛西周围唯一有能力下毒的人 就只有从事医护工作的丈夫 约书亚 确定史黛西的死因后 警方立刻对嫌疑人约书亚进行了一番调查 他们走访了他所有的亲戚朋友 还调查他的财务状况 这才发现 他在史黛西死后 日子简直过得丰富多彩 他作为受益人 临走了两份总共25万美元的保险赔偿金 然后拿着这些钱 每天和朋友们吃喝玩乐 丝毫没有一点丧气之痛 警方还注意到 史黛西死了才没几个月 约书亚就已经有了新女友 并同居了 这也加重了他的嫌疑 警方立刻对约书亚进行了传唤和审问 他那互相矛盾的死亡现场描述 也足以证明他和史黛西的死脱不了关系 在审讯中 他一会儿说 妻子死亡的时候自己不在场 而是去车道上确认车子有没有锁好 一会儿又说他是和朋友去散步了 目的是想减减肥 一会儿又告诉赵母娘 史黛西死的时候 其实他就在餐桌旁的电脑前 但当时自己背对着妻子 所以他是在妻子突然倒下后才发现他死亡的 除了供词对不上 有作案动机之外 约书亚还具备作案条件 因为他在飞行俱乐部作为医疗护理人员工作 所以他知道四清坐灵的用途和毒性 同时 他能接触到的医疗用品中 也有含有四清坐灵的药物 至此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2019年12月19日 约书亚正式被捕 并被关进了加斯顿县监狱 等待庭审 警方以一级谋杀罪 对他提起指控 但无奈的是 因为该案缺乏加重处罚的因素 加斯顿县的法官 将以非死刑方式 对约书亚进行审理 最终他也不会面临死刑指控 最多是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可怜的史黛西 就这样被亲密的爱人算计 从2013年到2018年 整整五年的时间 在一滴又一滴的眼药水偷袭下 一个健康的人 被疾病不断折磨 最终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或许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他才看清眼前这个男人的真面目 有多么贪婪 罪恶 或许 世界上最可怕的 不是来自陌生人的伤害 而是曾经最亲密的爱人的算计和谋杀 人们可以学会防备外人 却很难对身边最亲的人 时时抱有怀疑 希望最终的庭审结果 能还痛失爱女的史黛西父母 一个公道 也希望史黛西两个年幼的女儿 能够找到真正适合抚养他们的人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离奇案件 平摆为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